以前的视频,我们出过最弱万解排名,分别是斑木一角的万解,碎锋的万解,炼刺的万解,全息的万解,博村佐镇的万解。 仔细观看死神366话,你会发现,还有很多最弱的万解,我们并没有发现。 第四名,银城空无,玩线术者组织的领导人,首位获得失魂界官方认定,成为初代代理死神的人类,同时也是拥有死神之力,虚的力量,玩线术力量的人类。 银城空无的万解,跟虚化是一起开的,我们并不知道银城万解的名字是什么,变化最为明显的,还是外貌。 脸上出现斜向的十字形面纹,头发变白,眼白变黑,身上的黑白护甲变得更加紧实,但露出腰部。 衣领和腰部以下的护甲,坠住长而蓬松的毛,双手剑的剑鳄便成掌弯曲的,成对螺纹牛角。 金色支架的顶部和底部附着几枚利尺,手持的刀柄前端变成不平整的尖锐形状, 后段则是脊椎骨般的模样,但是好像也仅仅只有力量,速度提升了,并没有什么特殊能力。 被重新获得力量的万解医护,顽虐。 第三名,凤乔楼十郎,现任护婷十三队三藩队队长,万解金沙罗舞蹈团,出现了很多像是不伦不类的生物。 这些就是舞蹈团的成员,楼十郎能控制这些生物舞蹈,让听见这些音乐的人产生幻觉,有水的幻觉,也有火的幻觉。 最终另听到音乐的敌人断气,想要破解这个万解,需要击穿耳膜,听不见声音就行了,光光捂住耳朵是没有用的,楼十郎也相当的多嘴,在战斗的时候解释自己的能力,让敌人看穿了,只要击穿耳膜这个万解就没用了。 第二名,东仙耀,袁护婷十三队九番队队长,后跟随蓝燃总右界,背叛了尸魂剑。 东仙耀的万解,从头到尾,也仅仅使用过一次,名为青虫中士,研磨蟋蟀,斩破刀释放的灵牙变成。 一个巨大的妥球形结界,将东仙耀与敌人包裹在内。 结界中,除了触碰青虫刀柄的人外,其他人的听觉,视觉,嗅觉,灵牙感觉会完全消失,只剩下触觉,已感知任由东仙耀宰割的痛苦。 东仙耀对战的,是尸魂界初期的剑八,那个时候的剑八,还刚刚输给师姐一户。 而且,东仙耀的万解,有个致命的缺点,触碰刀的人感觉就会恢复。 如果第一季不致命,就很难打出第二季的致命伤,触觉没有消失,很多高手都会凭借触觉感知攻击的方向。 第一名,日方谷东师郎的万解,这里也是指的,东师郎不完全的万解。 长大形态的完全万解,也仅仅在千年血战片中出现过一次。 大红莲冰轮丸,万解后,身后的十二片红莲花瓣代表了万解的力量,还未完全成熟。 未成熟时,解放会释放大范围的寒气,生成一只冰龙,其巨大兵翼从此刀手腕延伸出去。 背部还有形如三片巨大花瓣的冰结晶浮现。 东师郎的万解,也可以说是使用最平凡的,最不值钱的万解。 万解后,基本都是兵系技能。 护庭十三队史上最年少的队长,难得一见的天才少年,但是战绩的确非常的一般。 日番谷东师郎万解名副其实最弱万解,但是在最新死神三帝动作手游《异度之门》中,万解东师郎却表现亮眼。 一户已经集结了万解东师郎暴虐勇啊,你还在等什么? 更有千年血战热门人物,有哈巴赫、哈斯沃德、万解山本、雷神叶一等你来体验。 玩过的都说好,喜欢的,看一下评论之顶哦。 找到解山本来 Presente autom神叶一等你叶一等于沉。 突然从下脸里摄下评论赢得花粉。 谢谢大家